现在播送江泽民同志智商委员会公告第一号 为表达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 对江泽民同志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悼念之情 现决定 一、自告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日起 到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旨 北京天安门、新华门、人民大会堂、外交部 和香港中联办、澳门中联办 我驻外使领馆下半期致哀 这期间香港中联办、澳门中联办 我驻外使领馆设领堂 接待港澳地区和驻在国调宴 二、按照我国惯例 不邀请外国政府、政党和友好人士 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悼念活动 特此公告 江泽民同志志桑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